最离谱的呀 就是乾隆二十四年这一年 五月六月七月分三次 赏给了这个多贵人呀 四座金座中 您现在听起来也没什么 可是在乾隆年呀 这稀罕入啊这是 还别说呀是贵人了 很多嫔妃呀 这一生皇上也不见得送一架 您好我是昆仑六十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闲天 前文书啊 咱们把这个玉妃的背景 交代了一下 这个玉妃呢 他是俄鲁特蒙古准干尔布 哎原来按说呀应该 和这个大清国呀 有亡国灭种的恨 因为这准干尔布 就是大清国灭的 而且呢这最后的胜利呀 就在乾隆朝 无论什么原因呢 玉妃的父亲 头人跟堆 带领着自己的布种 脱离了准干尔布 说句好听的呢 是在广阔的西伯利亚草原上游牧 实际上啊 这老跟堆啊 他面临着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一呢 作为被剿灭的残暮 这大清国 肯定是完不了 在不足游牧过程当中啊 一旦踏进了大清的领土啊 那人人是得尔诸之的 其次呢 这普天之下呀 莫非王土 哎 西伯利亚那块土地上 也是如此 你的牛羊啃了我的牧草 那我的牛羊自然就没吃没喝了 所以那块牧场上的主人 他能干吗 这样一来呀 就免不了纷争 这动刀动枪啊 那是常有的事儿 后来呀 又在阿尔泰附近 遇上了魂横不讲理的乌良海 遭受了严重的抢劫 牛羊牲畜财产 被掠夺一空不说 部族当中的人员呀 也不能幸免 女人呢 就被抢走成了别人的媳妇 男人呢 就被卖到远东的奴隶市场 后来这跟堆投人呢 也就是玉飞的爹呀 实在没办法 只有带着自己不到九十户的部众 投降了大清 按说只有区区九十户啊 这大清朝啊 应该不放在眼里 哎 幸运就幸运在呀 他们曾经是准感尔布 曾经是大清朝 是乾隆皇帝的敌人 这敌人来投啊 那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 所以呀 这乾隆皇帝呀 才收留了他们 并且给了这个部落 相当优惑的待遇 并且把这玉飞一家子 编入到了内务府 上三级包裔当中 也就是说这玉飞呀 是通过一年一度的 内务府选秀入的宫 他挑进宫来呀 做的应该先是宫女 可是啊 必定这身份地位 和别人不一样 这玉飞呀 很快就迎来了 他在紫禁城当中的 第一个晋身部 据乾隆二十二年 乾隆至嘉庆 年增典抵当记载 六月二十日 静氏房首领杨双全 传说新晋官女子一人 封为多贵人 那么这多贵人是谁呀 这多贵人呢 就是来自草原的那个 大龄女青年 二十六岁入宫 后来这位分啊 被尽封为玉飞的这位娘娘 如果让我来大胆地推测一下 刚入宫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对这位二十六周岁的大龄女青年 可能啊 她不是很感冒 那有人说了 你是从哪分析出来的呢 因为从小就通礼教 学习这个中原汉族的儒学礼法的乾隆皇帝 在对女人的审美上啊 我想啊 她有自己的一套观点 那这套观点呢 我想啊 就跟普通的这个中原文人士大夫 以及她的父亲 雍正皇帝 那种审美观点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对女子又是什么样的审美呢 这雍正皇帝呀 在自己的寝宫养心殿 挂了一套图 叫做雍正十二美人图 这十二幅图啊 是雍正皇帝下令 让宫廷画痴 按着自己的心意 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审美化的 这画中溺水啊 都是剑下颗弯眉目 高鼻脸小嘴的汉族女子形象 还别说呀 跟这个大脸盘子的蒙古姑娘比了 就是跟那些奇婆子呀 也有明显的区别 可是您瞧啊 号称这个草原地 运美女的 这不是极其特事啊 哎 这脸呢 它是方的 要是使劲呢 往瓜子上靠啊 它也是个西瓜子脸 那有人说完了呀 这玉飞在宫里呀 它肯定是不得宠了呀 哎 这一点啊 您还真猜错了 过了一段时间啊 这乾隆皇帝就发现 来自蒙古的这位姑娘啊 她非常随后 别的好 就别说了 不抢风头 不争宠 这在后宫当中很难得呀 不但如此 作为一个蒙古人啊 这个中原女子该会的 真知女工 是样样精通 在青石路当中啊 就这样记载着乾隆皇帝呀 称这个博尔吉吉特事 是一位啊 温纯而敦厚的女子 呈 自言于玄殿 并且在博尔吉吉特事 过世以后 这乾隆皇帝 时常怀念她 说她呀 作为一个蒙古姑娘 这女工啊 她也是很不错的 知人错今之巧 陷茧成功 并且在紫禁城的后宫当中 名声是非常好的 左雅化于蓝宫嘛 除了这些之外 这乾隆皇帝还惊奇的发现呀 这个蒙古女孩多贵人呀 有一项本事啊 是这紫禁城后宫当中 所有嫔妃都比不上的 那是什么呀 善骑射 因为是女子的关系呀 这多贵人射箭还算一般 可是这骑术惊人呐 在丹秋显的时候啊 这些会骑马的妃子呀 通常也会陪着皇帝呀 跑两圈 那多数情况啊 就是艳雨婴声的 惊惊乍乍 有人牵着马在马上啊 溜两圈也就罢了 可是这玉妃娘娘不一样 说有这么一次 这乾隆皇帝呀 在木兰秋显当中 突然就发现呀 在这林子的边缘上啊 有一头雄鹿 头之尾八尺开外 站在临边的草场上啊 左右七尺高 这还不算那个七叉子八叉子 大鸡酒 这乾隆皇帝想招呼身边的侍卫呀 这会儿已经晚了 因为这个路啊 已经惊起来了 这路一看到猎人的 那肯定是一鸭子 加俩鸭子 撒鸭子颠呗 这路啊 在前边跑 这乾隆皇帝在后边就追 这一下子 可就跟大部队呀 差出距离来了 终于呀 在出了林子 进到了草垫子上之后 这乾隆皇帝发现呀 这会儿啊 正是一个射猎的好时机 因为这头雄落 往旁边一闪 这整个侧面 就让给了乾隆皇帝 这射猎嘛 他又讲究 哎 他不是暴头啊 他讲究啊 是射穿这个猎物的内脏 让这个猎物啊 失血过多而亡 那最讲究的 当然是射穿心脏了 如果这个猎手 要是准的话呀 从这猎物的正前方的 胸叉射进去 或者呢 从后边的千甲骨 缝隙射进去 直接射中心脏 那九成九的这个情况啊 是这个猎物 当场就倒下了 这乾隆皇帝 看到这个好时机之后啊 前把推太身 后把拉弓 这一剑啊 就从这只雄鹿的肩胛骨 穿进去正中了心脏 可是这只雄鹿啊 实在是太健壮了 这一剑呢 竟然没把它撂逃 这乾隆皇帝 正要到剑囊当中 掏第二只剑的时候 用余光一扫啊 从自己的右手后方啊 飞奔上来一匹桃花马 这马上骑成的 可不是自己的侍卫 是自己后宫当中的一位妃子 谁呀 多贵人 只见自己这位妃子呀 右手提着马钢上 左手啊 捏起一只雕零剑 正要递给乾隆皇帝 这乾隆老爷子 余光一看呢 呼 好个英姿飒爽啊 也顾不上啊 那只被射中的雄鹿了 看了看身边这位妃子呀 那简直啊 这心里美的呀 是不行不行的 我想啊 这会儿啊 这鹿不鹿 烈不烈的放一边 老佛爷 他就盼着天黑了 这宫廷画师啊 巧妙的记录了这一时刻 后来有人说呀 这位妃子呀 身上穿的袍子是八单木花 也就是蝉枝杏花 那这么一来 他很有可能啊 就是这个戎妃 来自这维吾尔族的湘妃 可是学徒我呀 至今也不这么认为 这两条粗便呀 那完全是蒙古族女孩 留的发誓 那我们现在人都知道 这维吾尔女孩啊 她是睡脑袋发片才对呢 再有这袍子呀 她无论上边所绣啊 是什么花卉 她总归也看上去 像一套猛袍 和这个大毛翻领的维族服饰 完全不一样啊 您想想吧 这多贵人有这本事 他能不得宠吗 从这乾隆二十二年开始 到乾隆二十四年 这内庭赏赐历上所记载啊 给这多贵人的赏赐 就没断过 这二十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 赏赐山湖朝珠一盘 这最离谱的呀 就是乾隆二十四年这一年 五月六月七月 分三次赏给了这多贵人啊 四座金座钟 您现在听起来也没什么 可是在乾隆年啊 这稀狠入啊这是 还别说呀 是贵人了 很多嫔妃呀 这一生 皇上也不见得送一架 并且在乾隆二十四年的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不年不节 不礼拜天 也并没逢什么喜庆之日 这多贵人 就被禁封为了玉嫔 那这是为什么呢 哎 很不幸 这次进封啊 是因为这 博尔吉吉特氏 多贵人啊 他 小产了 不过呀 这宫里呀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这个博尔吉吉特氏 他并不是小产 他是啊 因为某种原因 他流产了 咱们再从这个乾隆皇帝 如此愧疚这方面来看 哎 我完全相信啊 很有可能啊 是因为怀了孕的多贵人 还是被皇上啊 硬邀去骑马射猎 所以啊 他导致了这次流产 弄得这乾隆老皇上啊 非常的愧疚 也就正是因为这次流产 导致这玉妃娘娘啊 这一生是再没怀孕过 在这之后的数年当中 乾隆皇帝也并没冷落了 这位妃子 外出少路 寻幸热河 寻幸江南 那都是把这个玉妃啊 带在身边的 也就是在乾隆28年的8月28日 这玉嫔娘娘正式被禁封为妃 还是那句话呀 这人啊 他无千日好 花呢 他无百日红 乾隆38年9月15日 随着皇帝寻幸热河的玉妃 生病了 很严重 严重到啊 在这个热河 已经看不了这个病了 只能啊 先让人 护送这个玉妃娘娘回京城 让宫里的太医啊 为其调养 当年的12月20日 波尔吉吉特市 轰逝于北京 享年45岁 在热河行宫 乾隆皇帝收到了 驻京大臣 弗龙安的奏报 这上边啊 转述了玉妃娘娘 在病情危重之时 给乾隆皇帝的遗言 这弗龙安呢 在奏报中是这样写的 妃母告于奴才语称 转告我受主子之恩慎重 献我患病 苦未能痊愈 我的福分已尽 已不能报答主子恩典 请主子万安 我一断不奢望久留 若住去则善也 我想啊 乾隆皇帝 看到这段 志诚的遗言之后 一定是掩面痛气 作为毒使的我们啊 独到此处 也只能是叹息一去 自古这红颜呢 多搏命 这草原地狱美女 能骑射善女宫的 玉妃娘娘 薰室以后 就被葬在青东陵 玉陵的非元寝当中 那有人说呀 这玉妃娘娘活着的时候 这地位很高吗 哎不低 从她住处啊 您就可以分析的出来 这东西六宫啊 说是位次平等的 这几座宫殿呀 在位子上不分先后 实际上啊 也不一样 东路的城前宫 西次的易坤宫 在位置上啊 就要高于其他宫殿 这城前易坤呢 这名字上 听来啊 就是应该给贵妃住的 就即便 她住着普通的嫔妃 那也能证明 这位妃子 在皇上心中的地位 是高的 所以说 你要看过如意传的话 那里边的玉妃娘娘的描写啊 看来是胡说八道 最起码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您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多勒 咱们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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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